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我是你们的朋友阿雅。 70岁之后,如果还能做到这三件事,多半能活到八九十岁不用愁。 贵州王大爷,今年就70岁了,但是那身体状态比一些小伙子都要好多了, 每天早晚个跑个三公里,也是轻轻松松的事。 一些老年人身上常见的老毛病,在他身上一点都没有。 该吃吃该喝喝,每天还能陪着小孙子去公园玩两个小时。 同小区的大爷们也是真的羡慕啊,看着自己走两步就喘, 再看看人家王大爷,走起路来那是箭步如飞的。 于是,趁着王大爷带孙子在公园耍的时候,就组团上去问王大爷保养秘籍。 王大爷呵呵一笑,哪里有什么秘籍啊? 要想身体健康,每天必要的锻炼可不能少。 除了锻炼之外,就是饮食上要注意的问题了。 要想70岁了,身体还倍儿棒,养生是必须的,身体好,那就要管住嘴。 大爷自己的饮食上就是常吃二样,不喝二样。 常吃二样,依滑炒鱼片,鱼肉能够补充很多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。 况且,这个季节的鱼又很肥美,所以就成了王大爷桌上的常客。 清蒸虽然简单,但是孙子觉得不够香,所以大爷家一般是做成滑炒鱼片。 先选一条刺比较少的鱼,处理干净之后,将鱼去皮去刺,切成薄片。 然后加入胡椒粉、淀粉、食盐等调料,进行约10分钟时间的腌制。 在腌制的同时,将辣椒木耳姜片等切好备用。 时间一到,便先将腌制好的鱼肉捞出,放入滚水中烫一回。 捞出之后,要另外起锅烧油。 先将配料差不多炒熟,再放鱼肉速炒一回,就可以装盘了。 二清炒食书,这道菜爽口又有营养,将白菜、萝卜等喜欢吃的蔬菜洗净备用,锅中热油,加入葱蒜干辣椒爆香,再加入蔬菜炒至断生就可以了。 不喝二样,王大爷有晚餐时喝点酒的习惯,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都必须得小酌一杯,才觉得一天算是完满了。 小区里很多大爷也都有这个习惯,但是有两种酒王大爷是坚决不喝的,这是底线。 医治病药酒,很多老年人嘛,身体上有各种小毛病,这很常见。 但是时间长了,多少有点难受,于是看到到那些小摊贩卖的致病药酒就难免心动。 然后又听摊贩一阵忽悠,酒里抛的是名贵人参之类的珍稀药材等,就很容易相信这酒真的有功效。 但是这种酒大爷从来不喝,因为质量不能保证,酒里抛的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。 喝了说不定只会适得其反,所以不如不喝。 二非粮食酒,现在的酒精勾兑酒很多,有时候买个不认识的牌子,可能不留神就买到酒精酒。 喝了伤害身体,头晕脑胀的,所以每次选酒的时候,大爷都会下够一番功夫,确保自己喝的是纯粮食酒。 随着年龄不断增大,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心理承受能力也会随之下降。 尤其是过完七十岁之后,很大一部分人都会感觉自己的身体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,有时候不得不服老。 俗话说得好,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。 因此,当过完七十岁之后,有一些老人也会担心自己很可能会跨不过这道卡。 为此一些人还专门去寻找偏方,或者是吃一些保健品,希望自己的生命得到有效延长。 那么,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判断出自己的寿命长短呢? 其实还真的是有。 如果在过完七十岁之后,还能够做到这三件事情,那么就说明你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不错的, 活到八九十岁,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 一,走路很稳当。 俗话说得好,树老先老,跟人老先老腿,如果人一旦上了年龄之后,最可能出现的就是腿部问题。 身边那些走路歪歪扭扭的老人,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腿部出现的问题所引起的。 要知道,腿部出现问题之后,除了会导致个人形象受损,而且还可能会引发行动受限的局面。 哪怕是平时很短的路程,在他们看来也特别地远。 要知道我们走路的时候,依靠的就是两条腿,这两条腿就像是机器一样,可以为我们的行走提供动力。 但机器使用时间异常的话,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如果想要,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,就需要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才行。 如果在超过70岁之后,平时腿脚还算利落,行动不会受到限制,那么就说明你的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 2. 睡眠质量高 睡眠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,要知道,人的一生当中,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,因此睡眠质量的高低也影响到了人的健康水平。 要知道,充足的睡眠不仅能够让身体的疲劳得到缓解,而且还可以保持器官功能的正常性。 很多朋友们都会发现,人在老了之后,睡眠时间就会缩短,而且睡眠质量也会降低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主要就是因为人体内心脏代谢水平降低所导致的。 如果长时间的睡眠质量变差,就会让人的心情以及生活受到严重影响。 进而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胃口降低、头晕眼花、记忆力下降等多种问题,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老年性疾病。 所以,在过完70岁之后,如果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还是比较好,那么就说明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。 3. 吃饭胃口好 对于老年人来说,其能量的摄取以及抵抗力的提升都依赖于良好的饮食。 如果老年人的胃口比较好吃妈妈香,睡觉贼棒的话,那么就说明老人消化系统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 当消化系统没问题之后,就可以让身体的营养得到足够的补充,这样才是健康长寿的象征。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饮食搭配的时候,一定要合理搭配才可以,多吃一些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质。 有关研究表明,百岁老人的寿命很大程度上与精神健康有关。 甚至在经过了教育、慢性病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后,乐天派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。 事实上,据健康时报的报告,大孝可以增加心脏的血流,促进血液的循环,从而减少心脏病的发生。 同时,孝也能调整身体的免疫功能,改善神经与内分泌的均衡,增强身体的免疫力。 但是,我们必须要注意,孝得越多越好,越多越容易引发心脚痛和关心病。 在饮酒或用餐的时候,大孝很容易引起咳嗽,乃至呛倒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边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下个视频再见。